防守离谱倒地弹斜线 结果起身就是离谱的神仙横飞半场拦截 全程离谱的速度保持 飞天顿地是怎么把阿祖打懵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24年新加坡公开赛的赛场 我是光颖 阿祖在这马来西亚大师赛刚打完埃塞龙 这接下来背靠背继续打比赛 首轮面对于快难落剑右 阿祖能顶得住速度冲击吗 开球上来 两人相互失误后 若分球向攻 祖泄力防范打了追身 走响投赋场 若直接打穿 两人这是才惹完身吗 若的网 足起高弧度 但是也是被若直接打穿 若开始了提速 足切磋 高质量逼出起球步到位 两人前面几个多块热身失误完 又开始杀杀杀了 若现在比分落后 就是想要通过自己擅长的空王抢攻来突破 连关先逼压 然后再控往逼起球 底线犯的犹豫 阿祖抓机会 这个被若反抢直接反杀 这种回合就从小若 他的对局上总是会有这种神仙球的出现 面对速度的压力 阿祖就不想给底线机会 强行下压让自己保持主动 这个若强硬回顶又是一个反杀 若之所以被叫到快呢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快 硬钢上也确实是不虚的 若继续空往逼起球 连关拿到点又是直接压死 只要足赶起球 这防守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走快吹逼后 要自己抓过渡机会 若翻顶长球破坏连贯打反击 走抢推破坏若的空往意图 这下抓了过渡机会 下压后又是空往 走争斗若想停顿快吹拉开 这下足够防备翻打 又是分球直接抢攻打穿 落抢推阻也是下压让自己保持主动 不像戏球 若就强硬都往逼戏球 这不到位杀的是真的霸道 这球落地我们看出了多少 组出更高的弧度防止挨杀 落就是想要逼出几球 组抢推 这下有了机会 组防不住杀球 那就只能去往前争夺找机会 没有很好的机会 落开始杀得更加强硬 连贯逼压 这下又咬住了 一旦让落连贯起来 也就很难 而只有自己去主动保持进攻 才能避免被落速度压 落强硬都往下攻 连贯推压 落疯了一样的低速 结果被泄地导致了失位 这下被打了防反 落又是连续的失误后 解发突然逼压 结果还弹了网 这就开始想要主动拳 就将落拉开 落还是控网 没有机会就同样将阻拉开 收掉片阻的中心 逼出祈求再杀 两人又是相互失误后 控网滚网继续强攻 落这是打算控网强攻硬支 抓扑但是被阻反应过来反顶 这下实现了反杀 感觉落这年龄上来了 但是打球还是一如既往的猛 又是相互失误后 抢推将落拉开 落铁了心就是要控网抢弓 先是滑板 然后又是不转身杀大斜线 阻不起球 自己去下压 强点停顿是个弹底线 这下落重心被骗 又是相互失误后 落揭发逼压 但是在自己的反球出业中 第一局比赛结束 可能是因为主场的原因吧 落今天控网抢攻真的是打疯了 阻顶不住进攻 只能自己去阻网保持下压的主动 避免被落速度冲击 但是两人的这个失误也是真的多 来到第二局 祖还是去争夺往前主动 就是自己拿主动进攻机会 祖主动抢攻的下压 确实给落带来了压力 落主动去提速 想为破解这样的局面 祖还是不起球 落就快推大斜线拉开 继续抓摆托 当落拿到主动高点时 祖陷入被动跟随 这下防守压力就大了 主动切脱抢攻 其实阿祖的杀球也是非常猛 只是速度上有劣势 是发挥不出来 将祖压在底线 阿祖还是不向气球 这落钉的可是相当死 落起球很到位没法杀 而落的主动抢点非常快 这下直接形成反压 继续斗王抢攻 这抓推到底还是打穿了 落今天这个速度全程都取得非常快 还是比起球 组卸力分球防范 落又是大穿 组分球想攻 落倒地后的起身篮剑非常快 就这种纯硬碰硬的球路 落的身体速度也是明显占据优势的 组直接下压 来到往前还是自己去争夺主动拳 落防守顺应 反手拦截推球的反应非常快 假动的分球骗到落中心 抓了机会 组分球想攻 连贯逼压 但是被落回顶反调动被动 这下强点反压 直来直去的能力球 落是必须的 组其实需要去更多的变化一下节奏 切磋直接打穿 两人相互示估后 落在往前的强点更加积极主动 这跳沙完到了线外就很离谱 而这样也让自己丢落中心 离谱与越弹息线 其身就是神仙的横飞拦截 而阿祖逼出气球 这下连贯咬住就没有了 落的身体素质怎么看怎么离谱 但是在进攻的实际选择上 其实还是可以再合理一些 落想改变节奏 揭发就低压 但是组有所防备 最终在组的摆脱出现中 第二局比赛结束 面对落更加疯狂的速度冲击 阿祖的失误就有点多 落这个速度提的仿佛是玩了命 确实是真的猛 来到第三局 落继续的往 还是紧紧往前 祖不想起球的意图 落已经看穿 而祖害怕往前被抓 就起球给后场 这样就会遭到落疯狂的强攻 这样的疯狂提促 直接让祖的防守压力再次倍增 想争斗一下 但是落就在往前又有所担心 结果就是对再次打穿 祖想主动去争取往前抢更高的点 结果落的速度丝毫不受影响 照应杀的松 尝试主动切磋抢弓 全力去杀 结果被卸力反而是自己示威 落的攻势太猛 阿祖对打的就有点懵 切磋主动抢弓 注意力太在往前 结果就被推出了被动 阿祖现在的节奏完全都在跑偏了 需要去改变一下节奏 不能往前抖的那么舒服 往前争斗 不加入快推拉开 左还是去争斗往前 这下抓了落 抢推不到位 往前是不能给舒服节奏的 这样才能有机会 突然透过场 就破坏了阿祖的往前注意力 阿祖想要往前主动 被助力全力在往前 想快推 落又是直接抓推打穿 既然低弧度不行 那就出高弧度 结果还是被打穿 起球不行 再多往 就落分球出擦棒 连环比亚又给压死了 落这打的太顺了 怎么打怎么又 现在落在往前的信心 也更加足了 敢于更加强硬争斗 还是直接抓推 足总算是打了一个防反 若以为足还会动 中心在往前 这下被推出了被动 强硬的往 抓了机会 现在的组终于是稍微缓过神来了一些 落切磋又是直接滚网 还是透过场破坏往前的注意力 分转球比起球 假动作停顿 继续比起球 突然改为了小脸快推大接线 突然就让在往前的组被动 落还是比起球 最终在阿祖抓过度 但是给下往事物中 正常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打的过程真的是完全没有料到 小落简直是杀疯啊 三局全程控网抢攻不说 速度全程保持着超级恐怖 而且第一局还打出如此激烈的加分赛 这第三局还能飞天蹲地 各种抓推篮截 神仙的速度去抢攻 阿祖也确实没有料到快难居然是这么快啊 第三局就被打得有点懵圈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落在主场还是有点buff加成的呀 好了 这就本期新加坡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喜欢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莹 我们下期再见